来咯来咯,这个莓果任务都好几天了,一直撑不到 挑战第二天都是解密,看看提示 任何攻击花朵的僵尸也玫瑰都会消灭掉,希望不要太难了 哇塞,全是植物 七张卡,这可比圣词复杂多了,应该是用二爷过关吧 要用炸药桶触发二爷的技能 哎呦,完蛋放错了,应该放另一边,然后用烟雾弹移动过来 就有十点光了,加上额外估计刚好能过 但贝贝这边放错了,所以肯定是输了 思路应该是这样,等会为我再研究研究吧 成功了,就会补发一个视频的 问问大家有一次过的吗 先不管他了,昨天打了很久,费了好大力气才上了一级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有勇气,接受上中级联赛的惩罚 可能是梁景如听多了 这把开局还挺欧的 超能卡式大招,直接跳到第二回合,百万僵尸上 这个是什么巢穴吧 先不用着急消灭它,眼球跳短 融合消灭一只僵尸,不会增加攻击力就行 这里其实可以赌一下上小鬼 但上分还是稳一点吧 超能力消灭百万,这个就有点萌新了 红蘑菇升一级,消灭这个跳板 因为蘑菇的技能用了,他的还没用 接下来就可以直接上小鬼了 有大招可以绑一下,他没出那就留着 宇宙橄榄召唤的守卫者将士 这就是为什么先别过的原因 灵费卡免费召唤 不用等到下个回合 又一张红蘑菇 还有这个穿透蘑菇 这里大家就能看出来 对手的水平不高了 灭绝世界消灭红蘑菇 又守卫者打不着英雄 召唤两只草菇 看看他有啥想法 红蘑菇加上草莓之糯 胡迪给守卫者 大招干掉红蘑菇 小鬼还不能死 迅猛龙骑士 龙哄攻击力加2 对英雄造成伤害 召唤一张两废一下卡 我们手里有一张恐吓 等会儿可以提升迅猛龙两点攻 最优的方法就是移到最右边 让守卫者打出伤害 意外的是断线了 这个就没办法了 他自己主动放弃这个星星的 最后给大家开一个卡包 然后今天就得去研究解谜了 罕见咱就不看了 一张超秀 这个是镜武器 可以给武王用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话记得点赞加关注哦